哈喽大家好,我是伟根 王者荣耀五周年限定皮肤还场投票规则出来了 下面来看看今年和晚年都有什么不同 首先,今年能还场的皮肤从两款变成五款了 也就是票数前五名的皮肤都可以还场 当然并不是五款皮肤都能入手 具体规则是这样的 票数前两名的皮肤会在10月28日到10月1日还场 这时候玩家是可以直接入手这两款皮肤的 而票数第三名到第五名则会在11月1日当天还场 玩家也就只能在这一天入手 然后这三款皮肤也只能选择一款皮肤入手 所以还场的皮肤可以达到五款 但能入手的还场皮肤最多只能三款 第二,晚年还场的限定皮肤上架时间 都是以半年时间为节点 而今年则是以当年的1月1日为节点 也就是说今年上架的限定皮肤都不会参与皮肤还场投票中 第三,晚年通过还场投票还场的皮肤规则调整 去年的规则是晚年投票还场的皮肤 都不会参与投票中了 而今年调整为次年不再还场 但后年不受影响 也就是说今年通过投票成功还场的皮肤 明年将不会再参与投票还场活动中了 而在后年还是可以参与投票活动中了 那么也就意味着 关羽的冰昏战神 孙武昏的美猴王 或许今年可以参与投票活动中了 那么小伙伴 对于今年的投票还场规则你们怎么看呢 还有今年你们最希望哪些皮肤能还场呢